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皆如来真实义 愿皆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接着昨天所讲的 我们现在开始讲的是 当诸佛菩萨有这样的一个 接引功德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讲 除了前面我们讲说 那接引的成就因素 其实我们之前在谈的时候 有稍微 这里是没有写 但 这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 诸佛菩萨 周边环境 我们在修行上 你越来 所以如果我们越来越了解 你就知道说 其实 我们人是火的 他的因缘很广 所以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 经常有时候会比较单面的在看 那单面看或是说 我们只是着重一点 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火的 而且是重元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修行目标 放在度我们的人 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我们自己本身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看到我们今生 我们不一定能看到过去世 所以有时候今生你怎么修 其实都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那是过去世 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 这是一种很多现况 所以我才会讲说 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学法 能来这里修这样的心 其实大家真的要很庆幸 这不是因为我们在佛门里面的一个宗教信仰 是赞叹 因为这种因缘要很多很多 你要突破很多障碍 你才到这个地方 而发这样的心 从看到他要具足的这个条件 你就应该要珍惜 那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在细节上去计较太多 我们讲人生难得 我不是讲说这个观念你有没有珍惜 你有没有生决定 一个人如果知道说我这个人生 利用这个难得人生我来修行 从此以后我不再受这些苦 我甚至可以寻佛杀道 假如你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那你就不要在你人生短暂里面碰到的问题 太计较 假如你种乐透 突然有人跟你计较 那个十块钱一百块一万块 我觉得你就不要太计较了 因为他们很苦 而你已经是大富翁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留在这个世间狭隘的角度 老是计较 当然我们讲说凡夫就是凡夫 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是凡夫 我们有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智慧去看珍惜自己 就是说你可能钱财没有太丰富 你可能各方面都比他差 但有一点 你难得有机会行菩萨道修学佛法 这一点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一些人讲说 其实真的不要跟他们计较 你眼前看似吃亏 但其实有些人他其实更苦 对不对 我们现在经常就重点放不到 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大会 我们不是很清楚修学佛法的这份价值 所以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 自己已经是大富翁了 还在小地方跟人家计较 你应该想说 这一点上他计较不合理 但我已经是这等大富翁 他还在天天为三餐苦 你如果想到这一点 不要太计较 而且你会很珍惜你自己 你应该往重点去珍惜 而不是 就像我常举例 有人在路上碰到一只狗 他对他叫 他就趴下来跟他叫 那叫完了又回去说 你知道吗 这只有一只狗跟我叫 我趴下来叫 我叫赢他呢 我说 你忍不住 你去做出生干嘛 那这个很好笑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不是吗 不然你看你生活 我们大部分的心思都是用在别的地方 我们老去 你要嘛就有机会天天拿你的 乐透的那个中奖 你要嘛看这一张 你不要去看那些小钱 你应该看到我好欢喜好欢喜 我现在有机会修行 再苦 有一次有一个法师 我们山上有一个石栋 这个法师出家来一直都在山上修 我觉得非常难得 大概几十年了 那时候认识他已经二十几年 后来我们山上有一个洞 绝望洞 就让他那个 他因为他每天会扣幽敏中 那我们那个洞就提供他 他就有一次就说 师父 他出家还没有我久了 不过已经都长时间一直用工 其实很刻苦的一个人 他的房间就是石壁 就石头壁这样 喝的就是泉水 山上的水 他有一个弟子跟他讲 师父这个不能喝 那时候他就拿来洗水口 这个不能这样洗啊 危险啊 如何 结果去检查 这个水才更好 所以越上重的喝自来水 人家轻的喝这个水 我现在能不能喝我就不晓得 他就跟我讲 如果法师 如果你哪天听不到终身 你就过来看 说不定我就走了 我大概就不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最后的家 最后的一个落脚处 当然后来因为他跌倒 跌倒他不得不因为没人照顾 那我们有时候也想说 不然你到我们这边来 但后来他不得已 这是纯粹不得已 或者的话他在我们那个洞里面 已经十来年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用功 你们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都 时候就会带一些学生去 谈得简单 但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修道人的风范 他的生活很简单 但他就是知道 这就是我最后的地方 所以目标很清楚 我们不是一种修行很悲壮 其实他是充满希望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照理讲 应该能献出喜乐心出来 那没有的话大概我们的观念上 还是有点障碍 那为什么要讲 因为他是多方面的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现在能走到这里 其实我们虽然很多条件还不具足 但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条件都举出 行白礼半九十 就看你最后这一招 那这一招你能不能死心大地 就看你路认的认不清楚 你肯不肯定掉你自己这种修行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 到外面我们不一定能碰得到 但实际上在我们实体下 有时候碰到有些法师 那种修行的笃定 会让我们更加珍惜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 这个思考其实很有意思 不过这个心境很难去描述 我觉得这在某方面叫做珍惜自己 珍惜自己就是假如我们现在 因为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广大的菩萨道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菩萨风范的人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接触到有些事情 我应该怎么说 有些事情 第一个我们不是因为善小恶小的问题 而是我们从一开始 我觉得我们会尊重每一个细节 但同时我们知道 人生的最核心最终的方向在哪里 有些人看到人世间这样起起?乎乎乎 我们有时候都太落露了 太在乎了 有时候有时候怎么讲 就是就像我们有必要狗在叫 我们趴下来跟他叫 其实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悲悯性在看他 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其实这个不叫傲慢 它是一个很珍惜 很了解 就像那个劝华菩提新闻里面讲的 叫尊重己灵 尊重自己 这个难得的这一份决心 所以如果你经常做这样的思维 你的气度才出来 这个菩萨风幻才出来 我们不是高高在上 我们是用一个 我讲就是 这个不是对立 但这个就是说 你应该站在菩萨的高度看事情 不管你现在是任何出家身份 在家身份 这是无关这个外向 是你的菩萨发心 所以你经常是需要 用这样的发心来看 这些众生是我来度的 不是我去挂的 我不是在那边得失的 看到是人世间在追逐 乃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气度 你知道吗 即便你现在看到比尔盖斯 你就觉得说 好难得 你要不要 不要 当然我们这样讲得很轻松 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因为我了解这个不究竟 看到很多的东西 你必须要有这种很真实的 但很真实 你自己这不是一种逼迫 而是你对自我这一份修道的尊重 珍惜 爱好 所以你会经常提醒 然后用这种角度 实实提醒 这也是一种菩萨发心 或者我们讲讲归讲 心修归修 我们的心量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这个心 我们学了很多 心没有改变 格局没有打开 你始终还是 我问的是你本质的 你的内在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 自己能接受的 这种思维 反护在提醒 那这种人格 已经慢慢熏成 而不是说 我们经常在佛法里面 表象的学习 但为什么我会这样谈 因为有时候我们谈得很高 但我们做得很低 但我灵验 我没有谈很多 但我就是具有这样的格调的人 用个普通来讲 不要讲什么 就是那个格调 就是具有一个真实菩萨的格调 我们这种格调 不是一定要用得很华丽 又是很不可思议 其实那个格调 可以就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就有这个格调了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很珍惜自己 也不断应用这样的思维 因为这样的思维 本身就是修行 所以我尽量用一个 很平淺的语言 能影响大家 能建立这样的心 而不是一直用很多佛教的名相 让大家进到佛门 熏悉了 出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生活方式 不是 是同样的 用一个很平淺的语词 但确实达到 能提升你这种心胸 气度 眼见 胸怀的这样 我认为这就是改变你的 改变你 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 或者我知道 我觉得因为佛门久了 看多了 我自己也看到现在 我看也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这次这样过来 我们自己的功德力在哪里 哪里不足 比较清楚了 所以这时候就会很多东西 一切东西会归到你自己 别人无法给你交代 一切东西是随言应对 互相成就 但你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说 不要动不动往外计较 你是界外修内 你千万不要那个 因为所有懂得界外修内的人 处处都是福田 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善根 忽视界的善根 然后又愿意趴下来跟狗叫 所以你现在在你的书桌面前 一个菩萨放光 用你的相片没关系 那另外就是用一只狗的相片 偷盖你的 你就看要哪一只 开玩笑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种这种希望 有一种这种真实感 那这时候就有一种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味道有时候很难说 就是我细细品味菩萨道 我同样在过日子 我经常保持一个觉悟 今天做这件事情里面 我很乐意很珍惜 即便是微小善 都有我对于众生 自觉觉他的这一份喜乐心 我们叫内密菩萨心 别人看不到 但我有这一份 随时在一切处里面 我有时候会失去正念 但我却乐意在一切处 随我能做到提醒的 我就提起这份念头来 这个经常内心懂得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要让我每一个动作 寥寥分明 我要让每一个动作 所做的思维的一切善法 都很深刻入我的心 这叫实修 我不要在修的时候 恍恍惚惚惚 在这种修当中 依然带着很多世间的妄想分别 我必须要在每一个念头当中 试着学习自觉 我在这种自觉当中 我不断地看到我的慈悲心 菩提心都在里头 我同时也看到 我那一份智慧心能知道 就像 有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八正道怎么修 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 有出世间八正道 那以我们在家人怎么讲 我应该要赚钱 出家人没赚钱 那在家人有没有赚钱 要赚 但你注意看经典里面谈到 我应该正见正思维 我为何赚钱 我当然知道我的身份 我该赚钱 但我做一个居士 所以在那个 欲缺张哲会里面 在家居士来到寺院 看到他说 此事空无相无愿之地 我何时能入 他是一种这种欢喜 所以他用一种很真实 在家菩萨 随时应对在家 但始终你看 常念三一瓦伯 自愿出家 出离烦恼 不是那个一定剃头那个 就是自愿出家 要离这个烦恼 所以八正道 就是因为他也顺着缘期 那我们把这个缘期 拖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有什么意思 第一个 我一已现前 我身心因缘 我必须要努力赚钱 但我这个钱 这个富贵对我来讲 有何终极意义没有 这个必须终归无常的 缘期 是不是有了 你现在要不要赚钱 要 这也是缘期 从长远缘期来看 我应该 懂得如何 如何如法经营赚钱 符合清净身口意 我应该善用此福 如何利益家人 利益其他别人 然后我同时要知道 这些钱财终归无常 所以他讲 舍出去的才是坚固 这种就是观念 为什么 因为凡是可爱的东西 容易细琢 所以在我们来讲 我们就知道说 你如果要受用这个 你就必须要尽量防护 他给你带来的挂癌牵绊 这就是在家者也应当思维了 家是我的因言 业力所在 我必须好好的对在 慈悲以对 但我同时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如何亲近的引导 让这个家更加亲近 对未来的月报 越来越来越亲近 这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对元旗 有更广的观察 所以我们知道 如何现前应对 同时应该归去何处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很核心的地方 带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一个 整个 包括我们对这个 业果的了解之后 我们就开始 这时候就会慢慢 学会怎么用功 我今天演对色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观察 都是学会很实在 不是要那种幻想的 今天我们不要一下子提得很高 就是我面对色的时候 我如何保持我的正念 我今天不是讲吗 你用你的眼睛看 我们讲实在 你根本不可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用假设的 用武断的判断 以至于你太相信自己 你太信任这个世间 你太信任你的判断 以至于你那个判断 一下就固定很强烈的直取 一旦直取 你就随他转 所以很多的欺骗 来自于谁 你自己 因为你给他 一个不当的定位之后 你的心就被这个不当的 判断给系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想自在 应该保持冷静 就正念正定 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何用一种更稳定 衡量自己 现在依什么因缘 而做这样的判断 有几分把握 而这个东西 又在这样的判断当下 又如何变化无常 你不能用长的态度 看无常的东西 用长的态度 看无常的东西 你屡屡会判断错 而左之右出 为什么 他变得你却不变 以不变的 这种执着的身躯 应对流转生命的 一种现象的时候 你的心固执在上面 变成 人家说这个 你就这个 说那个 说这个好 你买了 然后人家说不好 那我买了怎么办 你笨啊 哎呀 减价就买了很多回来 要不要用 忘了 我没想到说要不要用 你只要需要便宜的 就赶快买 类似这样的情形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 不只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就会 把这样的观念 实时利用六根 守护六根 同时利用六根 在反护思维自己的身心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我们前面有讲到 所为善事一毛一滴 这个只要有机会 让我们能得以接引 所以我们现前的身心 如果具有很坚固的 而且量多的福报的话 你得度一年就很大 所以我们讲说 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 有的临终开始 我们直接了当 因为我跟他很熟 你现在还没有挂爱 要是我某些不熟的 你最近我是谁 我就光介绍他就晕了 我都还没讲清楚 他就已经搞不清楚了 像有人很说 你现在还没有挂爱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 关爱哪些 那现在调整得怎么样 你直接了当 你没说好客气 他信任你 你也了解他 这时候应该怎么思维 所以因为你的条件 你各方面的思维已经存熟 你跟外面的缘也存熟 障碍因缘也少 所以直接下手 一心 你就会感觉 很有意思 你跟他的讲话 就好像那个齿轮 这样一合上去 一转 你就感觉他跟着转了 但有些人就是 他不动 你在那一直转 他不动 为什么 没接触的因缘 你自己在跟他说法的时候 他反而好 可是你感觉的出来 转不了 障碍太多 有些人就是稍微转 因为就是你勉强扯 他有点动 但你要说很顺畅的 就是跟着一直跟你转 不容易 条件不足 条件不足 挂碍太多 这个要进入都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何况 我们现在梦到的 就像我们这样的反忽 怎么去转 是不是 那如果碰到其他人 他说法各方面 其他的人 他不一定了解佛教 他一说不一定因你的基 有时候你 我们经常讲 哪胡不想提哪胡 经常碰到这种事情 就是你正在忧恼的地方 他说你要放下 虽然之前你碰到哪些事情 可是你千万要放下 不讲还好 一讲他就火气起来了 碰到这种笨人 你也知道他很善意 可是你已经苦恼了 你被他这样话一讲 你的内心忧恼起来了 可是他又善意 你又不能回嘴骂他 像他 哎呀 你要小心 像有人生病 你要小心 不然这样会死 报弥陀 最好这一个人不要来 你要看对人 如果某些人 你可以跟他讲 因为他本来是道人 可以 对某些本来就挂在生死 你完了 你完了 你贴死了 你一定要这样 不然会死 哎呀 这样一讲就讲话 那有些人如果事先了解 你跟他提就没问题 或者讲说 如果你能四张引导 这种词 其实一个是很好的因缘 但很少人会往这边去思考 所以他自己畏惧生死 所以在跟你讲的 实在 讲了很多话 其实在传导的是畏惧生死 那必须要一个 能知道善用生死的人 才引导 你就发觉充满希望 那你碰到一个畏惧生死 跟你讲很多话 听讲很多我听不懂 只是你在传达一个 哎呦死好可怕 我只感受到这个而已 是不是 所以你很难去预料这个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 是属于自己的福报 善根 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因缘 我觉得都非常殊胜难得 那我们接下来看 接着第二条 我引用的就是 利益存亡品7 若有男子女人 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 命中之后 眷属小大 未造福利 一切胜事 七分之中 而乃或依 六分功德 生者之利 以示之故 未来现在 善男女等 文见自修 分分几何 这就是地藏经的精神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运缘掌握不住 所以后来我们长期在佛门修学里 我有一个习惯 我不信任任何东西 我这个不信任不是说他欺骗我 我不会 乃至这个世间很多事情 虽然看似可靠 我有一个习惯保留余地 就像蔡根坛 事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 不要作惊 为什么 不是我不信任他 因为他连他自己都守不住 所以我们后来 从于无常的观念里面 我们灵验多不思 多施舍 但我们尽量不寻求多德 因为这个多德的心 会让你细在上头 一旦有期待 就多所依靠 一旦有依靠 就容易颠倒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在修学章当中 当中我们就讲说 临终著念 我有当然好 但我不以我的生死 互托在临终著念 我不把我的希望 互托在那 所以我一直在跟很多的 弟子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念火经常 没有 修学念火的人 不是有一个明确的 不该这么讲 很多人没有明确的路 而且只是在期待临终著念 临终三宝夹子 不是临终 现在就能事先见火 很多主事大德 他们就在检验功夫 就是在现前就能遇见 因为这样是最有把握的 或是说你在这种练习当中 不是在祈求他人的接引 而是我自身本身条件 有没有具处 不断在练习当中 我发觉很多的外缘 越来越不容动摇我的心 从现前面对烦恼的时候 我在检查自己 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因何阴影而动 为何 那我是不是慢慢能有具有能力 依我的内心散伐 跟宽广的心量 慢慢能超越 这个都是在这个时候练习 所以我纷纷几获 我不把这种修行 未来这么重要的往生因缘 你互托在别人身上 因为太不可靠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 这个也是我活门很多年的时候 我就一个心得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流成一 尽力而为不要设想太多 该规划的规划 该做的做 但结果如何 不要想太多 因为很多超乎想象 世间不可信受 所以包括我们的身体 后来发觉不可保信 他没办法给我一个保证 所以就算我们过了一关 我也知道 不要设想说 好难得这一关过了 没有 他哪说要把我拿走 我也不知道 今天有这个机会 每一天都是修行的时间 要这样 所以我务必 就是说 我 务事敌之不来 正事无疑犹以待之 我经常用这个 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我们应该在 随时时间里面 淬炼自己的心智 而且很务实 你今天起心动念 你有烦恼有挂爱 没关系 面对它 但不要就因此 老是落入到事项里面 去论 去计较 你应该借识 这是善知识 这些都是善知识 在提醒 你这一方面还没过关 提早解决它 我们现在要这样看 所以这时候 如果期待六分之一的 问题它是 它本身就很难一分 再一分 再除一除 除掉了 有人讲说 有六分之一 那我找七个 不就一全分了吗 那有钱人 就找一个办一个公司 找七千人来送 每天就赚很多了 这个人铁定不会死 这只是一个批语词 就是说 王者得少分 大部分还是自己的 与其这样不如自己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希望大家能 之前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避免说 我们走出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又活到过去 因为走出这个门的时候 我还是用我常批语的道理 我比如说有人跟我 有人 今天我碰面 他跟我白眼 我那时候很忙 一回来 我冷静做禅定思维 那一个人为什么给我白眼 在联想他前几天 我有请他做事 他不愿意 还有哪些事 最近跟他常在一块的人 对我也不好 他对我有敌意 经过百般的 禅定思维 终于下定决定 决论 他对我不好 那这个作用 马上怎么样 隔天见到他 你看 这种修行才有用 从现实的境界里面 得 然后禅修的时候 不离现实 然后不离现实 修完以后 回到现实 马上翻脸 可是你看 我们的修行离开现实 打坐完了 走不出现实 这不就竟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重复再重复 一辈子都没再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有时候觉得有点像西论 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 透过这样的观念里面 我们发觉 我们是一个活的活法 一个改变的身心 变成很珍惜 每一个刹那 这种无明造作的 五蕴身躯 就在我这一份 保持微小的正念里面 我用微小的力量 去阻挡它继续滋润 而慢慢 慢慢让善法进来 我们有时候是善法有 那二法偷偷进来 那我们现在 像我现在 我对我的身体 我都没打脱惊 我现在对它很尊重 不舒服啊 看医生 我就不是讲 我现在必须要用 要完整手段 不要硬跟它碰 我就速速顺它 但内心里面 实时准备反攻 这样 所以你现在 烦恼归烦恼 没关系 我们因为抗拒不了 那留一点说 没关系 我今天虽然很烦恼 我其实开口骂 勉强一下 对不起了 就是偷偷 把善法带一点进来 这里偷一点 偷一点 买个菜 要走的时候 再拔人家一根葱 不要计较 都买你那么多 差那么一条 结果是每一个菜摊 都给人家拔一条 就一拔了 所以修行就有那种 有点赤子之心 有点好玩 有点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 就是那里也一点 那里一点 虽然看似好玩 其实是因为你对善法 有一种欢喜心 那我们要的是这种活生生的那种意乐 所以活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随时都乐意用我们的身心 去修学佛法 然后利益众生 他是活的 要这样 好我们再接着看 那个第三条 就是 袁罗王仲 赞叹品巴 恶毒鬼王 何掌功敬 白佛言 世尊 我等诸鬼王 其数无量 再言呼提 或利益人 或损坏人 各个不同 然是夜暴 使我见书 游行世界 多恶少善 即便鬼王 他也是怎么样 鬼王不会轻易 就是因为他在统领这些鬼的时候 他知道这是习性 也是众生夜暴 他没办法完全制止鬼不造恶 因为这是众生共业 不是一个人可以独断 这除非是西方宗教的上帝思想 他是在众生可以度化的因缘底下 因为你必须要顺这个因缘 也不是说我个人绝大的神通力 就可以让不造恶 因为那是他的心 是他的巴士 我如何应用境界转化他的身心 而不是由我帮他修行 是这样的 所以这时候鬼王他是在 就像那个 我不讲说那个马迈吗 活成吃到马迈 其实那五百匹马 原来是行菩萨道的 后来堕落 堕落受影响堕落 这只是马王是 马王是菩萨 知道这五百匹马 有度化因缘 所以他现为马王度他们 那所以现为马王 是不是共同夜暴 共同夜暴 然后因为这因缘 由马公养马迈给活 活借这个因缘 把这个素氏以众善根的 五百匹马给度了 是这样 所以马王也是马 因为他要受这个业 他必须随顺这个业 那建制的 由他鼓励他们提供马迈 然后再以这个因缘 建立活度 污化他们的因缘 是见识见识成就 是不是这样 所以鬼王他也没办法 但他说出一个道理 他说 因为这是我们的夜 这是夜暴 使我建属游行世界 多恶少善 所以我们来讲说 一切为心所造 没错 为心所造 但夜暴的关系 你就会跟这样的烦恼因缘相应 有这样的愚痴众生 堕入轨道 就会随其他的妄想 依他的分别 跟夜暴不相应 夜暴不好的人就感应 所以我们在那个经典里面 有谈到说 富贵中阴生 不会堕到贫贱家 贫贱中阴生 不会生到贫贱家 生了 如果贫贱中阴生 生到贫贱家 是那个贫贱家 即将要衰败的时候 贫贱中阴生 生到贫贱家 是这个家到 即将要新生的时候 所以有人不懂 哎呀我为这个公司 那么辛苦 怎么把我赶出去 未必是坏事 因为那个地方 即将倒霉 你是富贵人该离开了 真的是这样 不相应 所以国外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母亲带一个孩子 要去坐飞机 本来好好的 也不会怕 突然那一天 那个儿子说 他不坐飞机 他怕 讲扯老半天 他母亲就跟他鼓励说 再怎么危险 都比地面的车上 车危险 地面那个化身 车祸的机率 远远比飞机高 讲了老半天 终于儿子答应了 要去打飞机 到了机场 回机找飞了 然后没多久 飞机掉下来 他没这个月 没那个月你凑不到 他答应了 他当初为什么 他会反对 不知道 因为他没这个月 没这个月 他凑不来 这不是宿命 这要符合 这要如是因如是果的 所以说 他有这样的月报 那如果我们现在 鬼造恶 那我们怎么办 那就看相不相应 所以地藏经 他开示的这一条路 就讲说 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 庄严黄色 或有男子女人 修毛法善事 也就是 你要我官说 总要个东西吧 是不是 以前我碰到 有一位居士 他做一个主管 那做到主管 就很多人官说 他说 这个很难回避 不过他有一个理由 我可以接受你的官说 就是找人 就是任用职务 很简单 同样的条件的人 我取用你的 但如果他资格差 对不起 恕我不能 因为这是公务 我不能滥用人 但如果同样资格 条件 能力可以的话 我就用你的 那这样有点不公平 对不对 但这个环境就是这样 但他至少坚守一点 就是说 能力不足的 对不起 我不用 你要我采用他 希望他能力高一点 那这一点还 走在这种江湖 不得不如此 但至少还守住这一点 是不是 不能 以私害拱 当然正常的话 应该照那个 可是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 那这个居士曾经 有这样谈 我说 难能可贵 不然怎么办 因为很多东西 像现在不是说 你拒绝就算了 你拒绝了 后面的事情才难办呢 是不是 我们如果了解 那他能有这样的心 就是说 他能还守住 今天不得已 你至少有个善法 让我要来扶持你 要选择你 还有个条件 你没有这么一点善法 我想要满你的愿也困难 我就想到这个例子 那当然这样是不是恰当 当然我们觉得 他在公平上不公平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种 纯理论的探讨 而是在现实当中 你能不能回避这些压力 在不能回避这个压力的时候 你能不能守住你的原则 在这里面呈显就是说 当你要人家来帮助你 额外帮助你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有一个 该有的条件 所以说 修毛法善事 乃至嫌一番一盖 扫香扫花 供养活像及菩萨像 或转读尊经 烧香供养 一句一句 我等鬼王 尽礼是人 因为他本来就 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 我经常用一个模拟一个实际 就是说 你总是要让我有可以跟 帮助你的姻缘 你完全没有 我连替你讲话都难 所以之前也有一个 法师 他原来是法官 后来出家 他说因为在这种现实当中 他发觉 他有些案他判不下去 知道明明有罪 却不能判 知道他明明没罪 他的直觉 但必须判 他说 受不了 出家去 这就是送生公业 有时候不是道理而已 他是业力 他说 以我的直觉经验 他有罪 但没证据 那我知道他没罪 但证据有 他被骗 他怎么样留下证据 我不能不判 但我知道他没罪 但要我做这种违心之事 我没办法 干脆放下 出家去 就听到这样的例子 有时候人世间 所以我们要讲说 如果给我一点机会 以我的姻缘 我可以帮你 但你不要让我连个下手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那种 渺渺茫茫 有时候有一次 有居士要我去 跟一位他们家人住念 我发觉就下手都没有 第一个 他醒的时候他不认识我 他对我保持那个 我不知道 他还疑惑 那疑惑归疑惑 我试着讲 讲没多久 他就没力了 所以我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虽有心也无能为力 那种沟通根本找不到 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找不到沟通出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身心上保留一点善 那如果这个善事很坚固了 这是你的福报 这是你的得度因缘 所以我们讲我们做很多善事 虽然是闪心的 杂乱的做 但我们经常叫做 种下得度因缘 就是这个 类似这样 所以一点 我敬礼是人 那我当然可以度你 所以在 我们在祈求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点善 这里面一直在强调 再过来 同样同一品里面 所以鬼王有鬼王的因缘 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夜报 个人受 对不对 但个人受跟人受 你看我的夜报是我个人受 你们夜报个人受 对不对 但因为你们作为我的助缘 所以我说法 我还赚一些 因为我作为你们的助缘 所以你们起心动念 往善的 你们也得救 得成就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还是自受自受 自作自受 但在这种因缘当中 互相成就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鬼王他在讲说 我本愿是想利益你 但众生不会我义 自令生死拒不得安 所以世间人很多 包括我们很多佛法 如果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讲说 你这样的修行 到底意义在哪里 真的呢 我有时候看到 我们虽然我们是一个很 可是就好像这里 那个主命鬼王的心情 我其实本意是要利益你 但你不了解我的意思 就像佛法本来是要这样 可是你寻寻觅觅 一直违背活的教赐 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讲说 我很想 很早很早 我就想写一篇文章 叫寂寞的佛陀 为什么寂寞的佛陀 因为大家不断修啊 那佛就跟我没关 跟我没关 他们做他们都不是佛法 是不是 我们不断求 不断求佛菩萨 你帮助我 你怎么都不加持我 我说我都在 那你怎么没有加持我 你都不理我 你表面上求 可是作为都跟我的教导你的都相反啊 不是我不渡你啊 是你没有依教奉行 我叫你不要懒着射受想行事 那你就抱着射受想行事 说佛啊你救我 我说你放下 这不行 这怎么可以放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常开玩笑 有人要往生的时候 他伸手向着火 火拿着莲花下来 看到那就回去了 他说火你怎么不接 因为他双手是向着火 双腿啊 用铁链练在地上 因为火这样一拉会把他扯断 他知道表面想往生 食指爱着时间 我要渡远南啊 来了知道我回去了 当然这是我比喻的啦 就是说两只手 看似向着火 但食指上是深深爱着 这不是我让你在娑婆生老死 是你自己的爱 佐让你在娑婆生老死 那路是这里走 你就千万把他倒过来 你又要热 却又要照苦因 你知道你怕苦果 却又要照苦因 你说哪有 我才不喜欢苦因 我说那个热就是苦因啊 你喜欢生 生了就会死哦 是不是 偏偏一直在追逐 所以我就讲说 如果了解这一点 你要讲 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佛法的道理 我们反过来看现在的 我们作为一个活地子 假如不会活义 那这个主命鬼王就有遗憾 我想帮你 你不会我义 只好怎样 生死拘不得安 活得 我也渡不了你们 你们也不能解脱 你就会慢慢感觉 就是说 其实 好好的佛法 放在眼前 再怎么修 你为什么要入宝山空手而回 你不能好好的依教奉行的去学 这个就是说 一直在 我最近也在碰到很多 就是说 他不断的一直埋怨 埋怨很多 外面对他如何不好 如何如何 我那时候就提醒说 那请问你付出什么 你没有啊 你没有付出 你一直在埋怨 是不是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今天平心而论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一样 你喜不喜欢他 他说不喜欢 那就不就要得了 连你都不喜欢你自己 那你怎么去怪别人讨厌你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变成 一直往外攀缘 不知道说其实因缘在这里 所以我看到这一 这一句话里面 就有一种心情 就是说 如来一旦不断的引导 就像我们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现在不是大家 我诵经很好 因为这经典也这么说 但我们在同样诵经里面 其实是意念地藏菩萨的德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种训习当中 每一部诵经都有一份什么 散法在滋润 若多若少 但如果我们只是在论见记者 一直念念念 而心一点那种散法训习都没有 地藏菩萨怎么做怎么想 你念这个有什么用 那就算我们超度有用 从来超度就是以善法在超度 哪有做这种形式的东西在超度 那这些形式有没有意义 当然负义法的意义就意义无量 无边 但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不是自欺欺人 活头几时告诉你是这样能超度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可以法会很多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实际上是不相干的不是吗 就如现在讲 不会我义 我讲地藏经 并不是要你做这种事情 再过来 当然我们现在 我讲这句话 不是要你去看到人家做法会 我告诉你 不要轻易这样看 我常讲 一个法会输输下来 它是如梦幻泡影的 每个人来到这样的法会当中 个人发心不一样 中间有人贪着 有人却起得善心 就在一个法会里面 就像一个田地 随人种 个人收获不同 所以不要随便轻慢 我们只是提出一个原则 但不要随便看到人 随便轻慢 因为你很难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守住要紧 不要因此起轻慢心 我觉得这个要留意 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 你会觉得说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 那时候是从一个山上下来 我们到的中间山腰 那边有一个寺院 那这个寺院已经中午了 他们的寺院里面 有几个老和尚 那个老和尚穿着也 就他们的那个普团 老实讲其实漫脏了 那是十几年前了 他们你看才十二点多 他们还在念火 不知道是用完武哉没有 在念火 那个声音其实不是很好听 可是看到那几个老高水 那个老和尚那个很可爱 我觉得他们的 不像我们唱的那么好听 可是我在旁边看 他就这样进来啊 进来啊 你看到几个老和尚没几位 但很有赤子之心 穿着也是比较破旧 但我就特别印象深刻 我觉得很赤子之心 感觉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还依然念 虽然念得不好听 他们可是大家念得 有点那个老小孩 那个感觉 看了就很欢喜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像 看到一个 虽然在外向上 不一定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外向庄严啊 如何 可是你会感觉到 他们有那一份实在的心 这是留下我深刻 声音不是很好听 在不好听当中 却有一种让我欢喜的清净感 那本质它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一个人在修学当中 他如何把活法的那一个东西 成为他的生命力 这个才实在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试着 开始找回这个东西 或者都要 我总是有会觉得 就是我们修学很多 会不会越修越迷失方向 一直掉在这种名向上 却没找回他最单纯的 你的身心有没有提升改变 常会是这样问的 不会我义 那接着他又讲 这我们第五条 又言乎提 离命中人 不问善恶 我欲 我欲令是命中之人 不落恶道 何况自修善根 争我利故 第一个一种叫 不会我义 我没办法 这个是 如果他能自修善根 争我利故 是言乎提 行善之人 离命中时 亦有百千恶道鬼神 或便作父母 乃至诸见署 引接亡人 令若恶道 何况本造恶者 为什么 因为这众生的袭然 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你碰到好人 你会碰到流氓 你像我们现在 处处诈骗集团 你没做坏事 他也骗你 是不是 那何况 你自己本身恶 不但黑道找你 连白道都找你 那这下就麻烦了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 要谈到说 我们如何防护 那讲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因为有鬼王 这么样谈 那我们如果从 纯粹从业果上来讲 是什么 我不让我的恶因缘现前 我尽量守护 不让这个因缘 就是有时候 即便现前 因为因缘不具足 不容易成熟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 以生恶令断 未生恶令不生 所以他变成就卡住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也就是 我们且不谈 鬼王他如何度我们 就我们自身来讲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恶法 不容易现行 所以有一种观念 这也比较现实 就是说 你即便现在 有些恶在做 因为这是一种态度 有的人因为 还不能断某些恶 所以他就很恶恼 恶恼乃至到最后 因为这个恶 断不了 乃至其他的善就不休 然后甚至说 反正我已经招了 干脆一起 这是笨 你有些恶不能断 没关系 我不应该讲没关系 但你应该试着 因为你开始在警觉 自己的过失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用功了 你已经开始认识 烦恼的时候 其实这个烦恼 本身已经在动摇了 好 所以在菩萨界里面 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有人 我不是要你纵容恶 我先讲好 但在菩萨界里面 你有一个恶习惯 但你很努力修 很努力断 但你断不来 还是犯了 你很苦恼 你很想断 很努力 其实这不犯 这样没犯 但一个前提 你很挣扎 很努力 你看佛法多人性 他也没有说 你一下能断掉烦恼 他看的是你那一份 努力的态度 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我的意思不是纵容 我们是要 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烦恼 因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现实人生 我们不能把修学讲得太美好 这样的话讲到最后有的人 像我们这种生出来没瑞相的 就没办法到高僧了 这样讲太高 我觉得后来我在高僧传里面碰到一个 他曾经跟师父 到最后曾经就想杀他师父 后来自己改悔 闭关修情 一出来脱胎换骨 我说高僧传应该多谈这种人 为什么 那么恶的都能成就 我们这种应该有机会 你动不动都讲瑞相 我们就没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又觉得说 因为我们修行是很现实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 有的人因为他很多烦恼 烦恼到他修学佛法的 意乐心不见了 那我们讲说 我当然也不希望你纵容你的烦恼 但我希望很大的恶 你千万不要做 你一时没断了 你试着从烦恼开始认识自己 给自己一点机会 就是说我现在做不到 但有一种心 我深信佛法 我也给自己机会 我要试着慢慢改 这个心态很重要 给自己一点机会 那还有 饿得我一时断不了 我慢慢断 善得千万要保住 我现在就用一个比较 现实理性 因为我看到 因为太多人在反应 他一苦恼起来 到最后 因为越来越苦恼 到最后不想入活门 我觉得很可惜 到最后就很可惜 那不要说你烦恼 我也烦恼 我们继续努力 所以这个给自己一点机会 当你开始警觉 所以你应该知道 这样的一个警觉 这样的一个认知 已经是善法 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努力 其实他 只要你还对自己 有信心 对佛法 带着这种欢喜心 其实很容易过去 所以我有时候怕说 把佛法讲硬了 讲到那种 修学佛法的 意乐心都没了 有时候很伤人 在我们佛门里面那么久 有时候就有些人 他是讲的是对 但讲得太严苛 严苛到 没给对方机会的时候 其实是我讲说 用佛法坏人会命 你把他讲死了 以至于他干脆自我放弃 是这样的 所以这有时候 你讲得对 我不敢说你错 但因为你不应激 或是你没有 融通这个佛法 你在说他的过失 要他制止他的恶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条路 而这个路要给他希望 给他欢喜 所以有些地方 我们一直忏悔 忏到最后 有的人越忏 心情越荡下来 到最后 他就自我不断地火定 佛法不是这样的 佛法在忏悔的时候 我就讲过 他不断在忏悔 忏悔自己业障的时候 他其实带着一个 很强的希望 忏悔得清净 所以他因为能看到 清净功德 所以他很乐意 把脏的给倒出来 结果如果你不给他 看到忏悔的清净功德 光只是一面的 后面的一直加重 有的人忏悔到最后 崩溃掉 这就是现实经验 所以我们在讲说 这个真我利固 只是言乎提 行善人 是人灵命忠实 亦有百千 这个鬼神来 那何况他自己 本造恶的 那如果我们自己 能守住 那个鬼神 连鬼王 乃是有一些善神 都能守护 所以我应该要了解 你自己越来越守护亲近 其实 我们一般人 比较容易幻想说 我稍微修一下 就一切吉祥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实际 因为你过去的业 有些东西 它是不断在改变 我们因为看不到 你自己所起的妄想 贪想 所以就轻易把 已经在感应的 给火定掉 这是我最常看到的 你 你 其实就算 你已经开始赚钱了 但你不要想一口气 就赚这个吉 一亿两亿 这不实际 你明明已经在赚了 你因为 一时达不到你的 设想的 然后就说 没感应 我看到好多笨的人 白白把功夫给遮断掉 明明已经感应了 只是因为 他想的太理想化 他不了解佛法 所以妄想一个目标 然后想要无因得果 然后因为这个错误的知见 让他自己断了灰灭 好 那我们早上到此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富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功成火道 阿弥陀佛